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湖南发现一百多再生人,轮回转世震惊全球 在通道洞足自治县平阳乡的地方,出现了一群再生人 他们自称是通过投胎转世来到京市,并清楚地记得前世的经历 平阳乡位于通道的最南端,处在湖南、广西、梁省的交界处 一片外人很少涉足的神秘区域 再生人这种奇怪的说法在这个地方古异有之 当地将这一现象作为田野文化并进行了调查,也想解开这一谜团 平阳乡的领导陆志新介绍,再生人,以前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 但是没有做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 我们尽管不能从科学上去考究,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但这种特异的文化现象非常普遍 我们平阳乡只有7800多人口 据我们把这种再生人现象作为文化调查来看 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有一百来个 就有一百来个再生人再生人 就是人生下来更时候,便能如数家珍般地说出他前世姓氏名谁 家住何处,做过什么事,怎么生如何死 周围的邻里亲戚等等 更有甚者会找到前世居住之地或下葬之所 也有找到上辈子的亲人再续前缘的 在通道这块神秘的地方 不时出现一种非常神奇的生命轮回现象 几位权威专家教授到实地考察后 排除了人为炒作和机体车谎的可能性 认为很有研究价值,建议设立再生人通道观察站 这种神秘的生命现象也许永远是个谜 而正是这未解之谜将成为好奇者前来通道的恒久动力 按理一,吴素德死后先转世为牛,由死后转世为吴小 吴小,平阳乡马田村人,今年七岁 吴小三岁那年,父亲带他到姑爷家去串青 一见到已是古兮之年的太姑爷 小吴小顿时怒目元征,抄起地上的一只靴子,朝其猛打 嘴里还嚷嚷道,打死你,这个坏女婿,坏女婿 弄得在场所有的大人们占二和尚摸不住头脑 后来,人们问其原委,小吴小才说出真相 原来,吴小上一辈子就是他现在爷爷的爸爸 吴小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从三岁会讲话时,就曾断断续续地对家里人说 他就是他爷爷的父亲,名叫吴素德 吴素德生前育有二男二女 被小吴小追打的正是他上辈子的小女婿 而小女婿过去确实有过不少得罪老丈人的地方 想不到老丈人转世后也还不原谅他的坏女婿 之后,小吴小在家常常和爷爷回忆起过去 他们父子间的很多往事 很多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又依依在现在他爷俩的眼前 案例二,白猪转世为人,屠夫立地成佛 平阳乡普头寨有个无姓男孩 前世是一头白猪,转世投胎为人后 因尚能准确地认出曾经杀死他的屠夫荣某 而在当地轰动一时 屠夫荣某因此发誓今生今世不再杀生 原来,无姓男孩与屠夫荣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小男孩一岁多时,家人带他到村里去玩 每次只要碰见屠夫荣某 小男孩就要判命地哭叫,挣扎 每次都这样,家里人也不知道个所以然 小男孩长到两三岁时 每当看见有人在地里采猪菜 他都要告诫他们 哪种菜太苦,哪种菜太辣 菜多了,吃不下等等一些话 弄得大人们只好笑 说他小小男孩能懂啥事 这个时候的小男孩在村里更加害怕见到屠夫荣某 每每见到荣某 他就老远都会判命往家里跑去 每次都这样 久而久之 村里人感到这里肯定有蹊跷 便是这问小男孩是何原因 哪料,小男孩说出了一个惊人的大秘密 原来,他前世就是他外公家里养的一头大白猪 还说,那天,屠夫荣某带着一个人来买猪 白猪见不妙,盼命地往外跑 一直跑到他家背后的山地上 还是被荣某等人追上来抓住 抬去他们家给杀卖了 这可是个爆炸新闻 村里人一传十,十传百 小男孩是白猪转世的事就这样传开了 从此,人们见到小男孩干脆不叫齐鸣而直呼小白猪了 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叫到现在 湖南记者找到了这个男孩的母亲陆居桃 记者,他是什么时候讲前世的事情的 陆居桃,他一岁多 记者,刚开始说话的时候 陆居桃,刚开始说点点话的时候 记者,他怎么说 陆居桃,他讲他是猪 人家在外面摘猪菜 他就说你不要拿这种菜 这种菜不好吃 人家问他,他就说他是白猪 案例三 吴施采和吴施杭前世生死好姐妹 来生一对双胞胎 22年前 平阳乡都磊洞寨有一对不离不弃的姐妹伙伴 一次 一人在家应受到父母斥责 萌生气势的念头 不曾想其伙伴也要跟随一起死 于是双双凑钱买农药喝下自尽 而后又双双投胎转世 成为该乡新寨村吴居聪夫妇膝下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这听起来很像在说一段神话故事 然而 他却是真真确确的真人真实 这对双胞胎姐妹名叫吴施采和吴施杭 姐姐吴施采前世名叫石贝胜 妹妹吴施杭 前世名叫姚贝罗 那天 记者来到新寨村吴居聪夫妇家里采访 女主人告诉我说 就在她分娩双姐妹的前几天 听人说都蕾有一对年轻姐妹喝农药死了的事情 此后 我常常在分娩前的阵痛中隐隐约约地看见 有一对年轻女子跟住我进了家里来 分娩后 果然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事 后来 两姐妹慢慢长大了 懂了点是 便常常断断续续说起 她们当年如何喝的农药 如何倒在茶油地里 又如何被人埋了 等等 尤其是当她们在都蕾的爹娘 听说此事来看她们时 两姐妹更是如同看到久别重逢的亲人 一一跑进她们的怀抱 久久不愿离开 后来 随着都蕾的人来的次数多了 两姐妹对她们讲了许多过去的往事 见见事情如发生在昨天 令人不得不幸 现在 两姐妹的上辈父母都已默认她们 就是自己的女儿转世 对她们十分疼爱 而姐妹俩也十分留恋自己以前的家 时不时就要到都蕾家去看看 陪陪年事已高的父母 享受天伦之乐 案例四 时尚人前是24岁高烧而死 在通道县平阳乡再生人群中 有一个典型人物 她叫时尚人 1962年出生 这位中年妇女极具神秘色彩 她已经十多年都没吃米饭了 每天的主食就是井水和少许蔬菜 肉类是绝不粘口 然而 她每天却能正常劳作 并且不感到疲倦 据时尚人母亲回忆 时尚人在两三岁时 就说她是从县西来 原名叫姚家安 并生有一男一女 男的叫吴春 雨的叫吴梅 面对记者的采访 时尚人并没有回避 记者 你前世是哪里的 时尚人 我前世是那边的 县西那边的 记者 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了前世 时尚人 小小的时候 能爬在楼梯上的时候了 我就有了这种感觉 我也不知道那就是前世 记者 以前的亲人都记得吗 时尚人 记得 记者 认你吗 时尚人 后来我到十一岁的时候 去认他们 他们都感觉这个人 跟以前的很相同 很相似 从那个时候 我们一直在走动 如今 现年已是年纪大过 时尚人的吴梅 一直称是为娘 自然 无论是吴梅嫁女 还是吴春儿子娶媳妇 时尚人都以母亲的身份 给他们背里送去 时尚人对记者说 能回忆起前世这种特异 使他有了两个家庭 同样也使他很烦恼 因为人的那的感情了 从小就好像没有童年一样 感觉这个事情 对感情上折磨很大 也许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许多再生人 都不愿再提及前世之事 案例五 吴明恩前世为人母 转世男而身 吴明恩 男 都磊人 四十八岁 三岁时就说自己上辈子 名叫姚明然 是姚明彪的姐姐 姚明然原来嫁到当地杨家后 曾生有两女 生育三胎时 因男产而去世 她清楚记得上辈子 死于男产时的情景 当时 她因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她母亲曾对她说过一句话 孩子 想我们女人 要受这样大的痛苦 下辈子 就是做只昆虫 也要做只熊昆虫啊 后来 她死后 真的变成一只熊昆虫 后又被人踩死 才投胎转世到 当地吴家 成为吴家的大儿子 吴明恩很小时 就能够指认 她过去的娘家 及其娘家 所有人等 尤其对其生育的两个女儿 如今身为人父的她 还是以其养母身份自居 两个女儿也乐于接受 她就是他们过去的母亲 这样的事实 她们互敬互爱 也如一家人 只让人羡慕不已 案例六 吴宇恒前世结婚借钱 转世来生召唤 2008年11月 通道县平乡马田村 五祖的吴春丽出嫁了 比春丽还小八个月的 本村青年吴宇恒 竟以父亲的身份 前来参加婚礼 并送了不少嫁妆 礼物 原来吴宇恒的前世 就是吴春丽的父亲吴金衰 27年前 吴金衰因一场突发的大病 不治身亡 留下八个月大的春丽 跟奶奶生活 壮年去世的吴金衰 不久即到本村吴家投胎转世 成为吴家的小儿子吴宇恒 吴宇恒四岁时 跟父亲到春丽家去 看见春丽手中拿的木算盘 小宇恒便说 算盘是她用过的 那时在生产队 她当过祭公园 是对立给她用的 看到门后的扁蛋 也说是她从八祖的一个朋友吴某借来的 还说 当年她结婚 还曾经向她借过二十元钱 并一直未曾还他 回家后 小宇恒每过几天 就向家里人提起借钱未还的事 小小年纪 竟以大人的口气说 借人家的钱不还 对不起人 真对不起人 这样话来 父亲听小宇恒说的像模像样 便亲自到八祖吴某处问这件事 想不到果有其事 又问吴金衰尚健在的妻子 也说确实借过 春丽奶奶听说这个事 说既是金衰结婚世界的钱未还 你当由我们去还 于是替金衰还了别人二十元钱 从此 小宇恒便不再提起 欠人家钱未还这件事情 按例七 十四岁的小男孩有海 我随洒而来 我是躲在爸爸的散里来的 十四岁的小男孩有海清楚地记得 他是如何从五十公里之外的 双江滥阳村来到都蕾洞寨 投胎转世的 原来 小有海的爸爸游民 早年做过生猪生意 在县城双江认识了同事英玉贵 英有个儿子叫英小敏 家里早年 曾经为其在滥阳村订了一门亲 但性格开放的英小敏 偏偏不认同这事 还私下里与另一个女子好上网 为此 多次受到父母的严厉训斥 带着一肚子怨气的英小敏 服下了一大瓶毒药自尽了 按照当地风俗规矩 这个年龄段是禁不了祖坟的 于是 小敏被埋在一处河滩上 与他同埋在这里的 还有一个叫桂敏的年轻人 桂敏是个有偷到前科的人 并因盗窃被抓 让人砍了三个手指而死 英小敏清楚记得 他们在河滩上埋了八个月 但尸体未冲 后来 做生猪生意的游民 来到他们滥阳村的家 英小敏和桂敏两人 一起躲进游民的雨伞里 和他一起来到都蕾洞寨 英小敏就做了游民的大儿子 而桂敏则投胎到另一摇家 转世成了一个女孩子 该女孩转世时 就缺了三个手指 小游海三岁的时候 每次见外婆做饭时 都要告诉外婆炒菜时 少放点油 少放点油 他说他们滥阳没有油 节约点油拿去滥阳 给他原来的家里人 那时从不出过远门的外婆 根本不知道什么滥阳 是什么意思 只当是小孩子乱说胡话 一次 小游海跟住外公 到集市上买猪仔 去了三次 都因市场缺货而未买到 小游海就对外公说 去我们滥阳的家去拿 我们滥阳的家 养住一头大黑母猪 在肚子下面有一点白条 还有十二个猪仔呢 外公听着 也是战二和尚 摸不住头脑 第二天 家里人仔细问小游海 哪里是滥阳村 你知不知道 从哪个方向 可以去滥阳村 小游海指着公路 明确告诉他们说 从这条路到双江 再去滥阳村 家里人带着小游海 到双江 一打听 果然有个滥阳 按照小游海说的 去打听 又果然问出个阴家来 直到这个时候 外公他们还是不敢 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心想 这赢家莫不是真的 有一头大黑母猪吧 进其家去一看 一切又都如 小游海说的一模一样 大黑母猪 十二只全白猪仔 一个不少正在睡大觉呢 接下来 自然是惊叹不已的 两家人的相互介绍 和寒暄 从此 小游海就有了 两个爱他的家 小游海也真的 每次去滥阳老家 看爹妈时 都忘不了 要带上一些茶油 因为滥阳 却是很少产茶油的地方 按例八 杨云孙子是爷爷老娘投胎 儿子是祖太奶奶转世 按照中华民族的常规伦理而论 祖孙三代同堂的杨明放 是一家中的爷爷 自然应当是这一家中 无可争议的老大 然而 正如俗话所说 世事难料 只因他膝下的儿孙冰青聪明 一开口说话 就是我前世 就是爷爷的老娘 等等惊人之词 一下子让本世爷爷的他 倒成了不折不扣的孙子 儿子名叫杨云 今年已是32里之年 他两岁时就常对家人说 他前世就是他现在爷爷的奶奶 并能明确告诉自己的爸爸 他们家以前是在村里的什么具体位置 为何搬家来这里 屋前屋后都有哪些邻居 种些什么果树等等 说的是真真确确 无一错落 而今年刚七岁的小孙子 日波更深 也是两岁时 小家伙阴调皮 爷爷动手打了他一小下 小日波当即大叫道 你这个儿子竟敢打你老娘 不怕雷轰吗 爷爷当即哄着小日波问道 你如何就成了爷爷老娘了 小日波明确告诉爷爷爷说 他原来的名字叫吴农之 是从本村的吴炳家嫁过来 这铁板钉钉的事实 只把爷爷听得目瞪口呆 此后 小家伙又陆陆续续跟家人 回忆了过去的许多往事 渐渐是说得有凭有据 令人惊奇不已 从此 爷爷在家是处处不敢得罪自己的儿孙 他认为尊敬自己的儿孙辈 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毕竟人生轮回转 说不好有朝一日 我极有可能成为自己儿孙的儿孙了 案例九 一家四个孩子都是转世再生人 在通道洞足自治县平阳乡 再生人群现象 已成为当地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但像都蕾洞寨 吴祖珍兄弟一家四个孩子 都是转世再生人的情况 确实是不多见的 吴洪业 男 1982年生 吴家长子 前世是双马村杨东的妈妈 名叫杨培舍 生前很是孝顺的他 投胎转世后已是身为男孩 仍然挂念在世的老娘 小小年纪就常常要家里人 带他到杨家去看老人 自己家里无论有啥好吃的东西 都会争着要拿些到老家去孝敬老人 自然 一旦老家有什么好东西 他也要去拿 相隔锦衣和知遥的两家人 就这样默默地相互之间 达成了一种互送有无的默契 俨然就是一家人 更难能可贵的是 与吴洪业几乎同龄的杨东的儿子 一直很乖地称呼洪业为爷爷 为此 洪业还被当地人戏称为小小爷爷 1992年 杨东的奶奶去世了 此时刚刚十岁的小红叶竟痛哭不止 甚至好几次一个人跑到坟地上去哭 此事曾被当地传为家话 此外 吴家兄弟的另外三个孩子 也都是转世再生人 他们都有一个不同的传奇故事 尽管记者做了大量的采访 但仍旧无法解开再生人之谜 其实 在这个世界上 类似的事还有不少 可人们并不知道有灵魂转世 更多地认为是当事人 具有无法理解的意识或双重人格 对再生人现象 至今难以找到合理的依据 但是 平阳乡的再生人现象却不是个例 而是一个群体现象 原因沉迷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